歡迎收看今天的每日名人 我們即將為您播放劉衛茂牧師的《清晨甘露》 早安 感謝主 祝與你同在 我們今天我們要讀的詩篇是61篇 我們請你打開詩篇61篇 我們起來讀就是一篇 神啊 求你聽我的呼求 側耳聽我的禱告 我心裡發瘋的時候 我要從地上求告你 求你領我到那 比我更高的潘溪 因為你做過我的避難所 做過我的堅固台 脫離朝敵 我要永遠住在你的帳墓裡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隱秘處 神啊 你原是聽了我所許的樂 你將產業赤給敬畏你名的人 你要加天王的壽數 祂的名稅必存到逝世 祂必永遠坐在神面前 願你預備慈愛和誠實保佑祂 這樣我要歌頌你的名 直到永遠 天天還我所許的樂 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我們的神 祂說祂將產業赤給敬畏祂名的人 那弟兄姊妹誰是敬畏祂名的人呢 那就是那些許願 而且還願的人 那有很多的人許了願 後來卻忘記了 那就不是敬畏神的人了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隨便許願 你許了願 你就要還願 這樣才是敬畏神的人了 那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敬畏神的人 神應許 那這個神應許做什麼 祂要把產業赤給你 那弟兄姊妹為什麼要做敬畏神的人 就是因為神應許要把產業赤給敬畏祂名的人 那大衛許了一個很大的願 就是要為上帝建殿 他是認真的 所以後來神借著先知馬丹告訴他 建殿的事不是要由他 是要由他的兒子所論人來建 那大衛沒有說 那這樣好了 那就算了 算了 不丟姊妹 他還是要還他的願 他說我不能建 但是他卻為聖殿領受 從神那裡來的設計 他把整個聖殿都畫好 然後盡他所有的能力 去預備所有建殿的材料 金子 銀子 銅 木材 這些材料 聖經記載的 是沒有辦法數算的 多到一個地步 連算都沒有辦法算 那弟兄姊妹 我們看見 這叫做還願 我們看見神就祝福他 把產業更多的來賜給他 弟兄姊妹 上帝不會忘記 那些為他的緣故而付出時間 金錢 信力的人 神一定會大大的賜福給他 即便他可能跌 甚至可能跌倒 但是神仍然會用慈愛和誠實來保佑他 這根字告訴我們 所以弟兄姊妹感謝神 做一個敬畏神的人 弟兄姊妹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激盪的祝福 弟兄姊妹不是外面 他說我們就可以住在他翅膀下的隱秘處 那種仇敵是找不到你也摸不到你 他是我們的拯救 是我們的高台 從這種詩歌 其實我們是看見大衛 其實在他一個監困當中 他所做的詩歌 從前面你就知道 但是弟兄姊妹感謝主 神用慈愛和誠實保佑他 弟兄姊妹感謝主 上帝要祝福你 假如你是參加了幸福的祥主 那你必定主就會把神奇奇事來祝福你 讓你能夠成就偉大的事在你的身上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懼怕 我們向神許願說 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 他有一個心願 做主我願意在傳福音的事上 我願意把自己擺上 弟兄姊妹接下來這個禮拜 我們就開始要展開我們的幸福相處 我們要開始起行 讓我們開始要做 弟兄姊妹不要懼怕 知道我們向神許願說 我們就要未來的這個時鐘 我們就是完全的全心全意的 投入傳福音的事公上 弟兄姊妹一定有很多的事情 會牽連拉扯 但是弟兄姊妹 我們一定把神的事 就是霸佔地位 我們要向神還願 弟兄姊妹 結果是什麼呢 我們就成為一個敬畏神的人 他亦許要把產業赐入 這個產業不只是 看地上看得見的產業 還有天上的產業 還有你靈裡面的產業 弟兄姊妹在每一方面 你都將成為一個極其豐盛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見 那些傳福音的人 他們不是越傳越空 越傳越苦 越傳越沒有 不如弟兄姊妹 每一個傳授耶穌基督的福音 連他們的教宗 上帝說 他們的教宗是怎麼樣 何等的假 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 你看見 當我們向神還願 上帝一定把更大的祝福 臨到你我的身上 叫我們無人裡面外面 我們都可以新生的 還要再新生 弟兄姊妹感切住 上帝祝福你們 我們不要害怕 因為我們 當我們這樣傳兵的時候 我們是住在神的翅膀椅子下的隱秘處 這是何等的美好 那意思是說 上帝會把我們的 保護的我們好好的 上帝仇敵會攻擊 但是弟兄姊妹不要懼怕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侍奉 沒有一件事仇理可以摸得到的 感謝主 主與你同在 今天必是美好的一天 Amen